信不只是去接受一个事实 这是我们一般的理解 什么叫做相信 相信就是你接受某一个人的陈述 或者你相信某一件事情是一个事实 比如说 我问他 你相信我是马来西亚人吗 如果你说你相信 那么那就是你接受我口里的这个陈述 你接受它是一个事实 但是圣经里面讲的信 就要比这个层面的意义来得更深了 圣经里面讲的信 更是进一步的去信靠 是仰赖神去生活 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我们其实也常有用到这种的信 比如说我们去看医生 那你大概不会去仔细的考究每一个医生 他的学历或者他的资历 觉得他有可能能够把你医好 你才来接受他的治疗 大概不会 我们一般来说是相信 当然我们知道背后是有机制的 他一定是上过医学 然后他也考到医生的证照 被政府承认等等 他才能够当医生 但是我们是相信这整个体制 我们是相信这个人 所以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检查了我们的状况 他告诉我们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一般都会相信他 然后医生开的药 我们也会凭着信心去吃 我们不会仔细的去考究 这个药哪里惨的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对付我的问题 等等 没有 我们是信 相信他 但是这个信的本身 你不只是接受 他是一个医生 他包含了一个 你愿意按照这个医生的指示 去生活 他告诉你吃药 你就吃药 他告诉你该做什么治疗 你就去做什么治疗 对神的信靠也是这样 神他不是地上的一个人 一个软弱 有可能出错的 他是绝对不会错的一位神 所以信靠神去生活 他的意思就是 我们呢 愿意放下我们自己 按照上帝指示的方式 去生活 去遵从他 去按照他的指示 去过你每一天的生活 面对你的人际关系 面对你的家庭 面对你的工作 等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主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你信靠这一位神 你知道他比你 更知道你应该怎样生活 你知道他爱你 你知道他会供应你 他会带领你的脚步 他所指示的生活方式 就是对你最好的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你的生命就是他造的 所以你愿意按照这样去做 那么这样呢 就是一个信靠的生活 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 对信心有时候有一个误解 就是我们把自信心 来套在神的身上 我们说我相信神会给我什么什么 给我一个好的配偶 给我一个好的工作 我相信神会给我完成我的学业 医我的病等等 这种的信心呢 就是很危险的了 就好像这个漫画里面表达的 左边的那个 就是我们往往呢 以为信心是操控上帝 来成全我们的需要的 好像一个遥控器一样 遥控上帝的手 去帮助我们 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但是其实圣经里面讲的信是什么 是右边的那一个 是我们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 让他来指示我们 应该怎样生活 这个不只是在道德 行事为人方面 也包括在你的人生目标上面 一个信靠主的人 就是放下自己 愿意成全上帝伟大目标 伟大计划的那个人